我们以50毫米的弓箭焊缝为例 做一个设置文件 首先打开主菜单计划校准 进入扫插计划 然后选择我们要检测的 弓箭的材质 然后探钢 选择弓箭类型平板弓箭 设置厚度50毫米 然后选择弓箭的类型 焊缝 选择焊缝的Poco类型 XPoco 然后设置我们的Poco参数 然后从Poco的下部 往上部设置 先设置焊根 然后焊根高度 比方说设置24毫米 Poco角度设置25度 然后设置顿边 也是我们中间的对口间隙 顿边高度2毫米 然后对口间隙 对口间隙呢 指的是我们的对口间隙的一半 也就是如果对口间隙4毫米呢 这里就2毫米 如果对口间隙是2毫米呢 这里就改成1毫米 然后设置我们的焊缝上部 然后同样的可以设置我们的Poco角度 然后进行修正 然后接着呢 我们来设置焊缝的热影响区 热影响区呢 也是指了焊缝单侧的热影响区 根据我们的实际的标准要求 可以进行设置 单侧5毫米 然后设置焊缝的焊缓高度 焊缓的宽度 焊缓高度 根据实际的需要 进行设置 焊缓的宽度呢 也是一样 设置的是我们的 单侧的焊缓宽度 也可以修改 设置一个 5毫米 好 这样呢 我们的焊缓呢 就设置完成了 接着呢 设置焊头和楔块 首先选择焊头 根据我们实际使用的焊头 找到焊头的类型 我们今天用的是A32的焊头 所以选择A32 找到5兆32晶片 A32焊头 选择 然后选择对应的楔块 SA32的斜块 55度 横拨 选择 这样呢 我们的焊头呢 就选好了 然后进入主 设置我们的聚焊法则 然后聚焊法则呢 在法则配置这里呢 可以选择我们要的法则类型 简直焊缓的一般用散扫 注意波形呢 是横拨 然后选择晶片数量 32 因为我们有32晶片 就全部激发 然后进入下一页 设置对应的法则 我们第一组呢 可以设置从27度到65度 然后呢 角度布局呢 选择0.5度 然后聚焊深度呢 选择 100 10毫米 然后探头距离焊缓中音线的距离呢 就在探头前端 距离焊缓中音线距离呢 可以选择 81毫米 这样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 二次波 可以打到我们焊缓的中上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需要再添加一组新的法则 来覆盖我们的其他部分 然后可以进入探头 卸块 然后呢 添加一个新的探头 同样选择 A32探头 古兆 32毫米 A32 然后选择 S132切块 55度横波 选择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出现了两个探头 这个防止混淆呢 我们可以 在这个地方关闭全部 紧看当前组 也紧看当前的探头 然后进入组设置 来做这组探头的巨大法则 同样的横波 32影片即发 然后翻译 选择角度 从42度 到70度 角度布局呢 0.5毫米 聚焦深度呢 选择 60毫米 卸块前端 距离汉文中线距离 选择 53毫米 这样呢 我们看到 这一组法则呢 就覆盖了我们的 汉红的中下部 然后如果我们把两组 全部打开 就会看到 两组探头呢 同时覆盖了 我们整个汉红的 上下区域 这样呢 我们点击完成 我们的法则就做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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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法则就做完了